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第五集 江氏过门 曾兴刚让儿子一心读书 田里地里的事情 全都扛在自个儿肩膀上 可惜呢 林叔三次参加献童生士 最后一次 被选中到长沙参加府市 无奈 院士却落地而归 眼看儿子都拾妻了 曾兴刚不得不改变 让儿子考上功名再成家的计划 决定呢 先给他娶妻成亲 李先生得知 亲自登门介绍说 童木充江佩林先生 跟我是同科秀才 也开着私塾教书 有个女儿小名连妹子 江佩林呢 不选田地钱财 一定要选一个 忠厚可靠的读书人家 这选来选去 如今呢 女儿二十二岁了 比林叔啊 大了五岁 林叔是我的得意弟子 我特意呢 登门介绍 啊 江家是书香门第 家教应该是不错的 自古女大当家 女儿长到二十二了 还没有定亲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啊 这曾心刚呢 皱起了眉头 当时啊 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 都信奉 早养儿女早享福 自己呢 就是十六岁就当爹的 谁家女儿 会超过十八岁 还没出嫁 若是麻子和残疾 这可不行 李先生连连点头 新刚先生 不瞒您说啊 我是看着连妹子长大的 不但品貌好 难得的是有主见会持家 大大小小的事情 女儿操持得井井有条 佩林呢 才能专心教书 女儿如今还没出嫁 的确是有缘故 如果这门亲事能成 对林叔和你们增加 可是大有益处呢 哦 还有这样的事 请说来听听 这增心刚呢 一听 动心了 李先生见他有意 这才把江家的缘故啊 合盘拖出 说起来呢 江家呢 也是从江西 迁居香香县的 江家第十二世祖 江家爵并故 没有请风水先生 选择阴宅 就葬在那边的仙人山 后来呢 一个风水先生说 算是误打误撞 正好葬在仙女坦夫之地 风水是极好的 然而呢 这仙女啊 乃是处女 葬后如果投胎生女 只会忘夫家 而不会忘江家 风水先生呢 还给指点了 让姐的办法 必须啊 媳女九代 才会保佑江家发达 媳女 什么意思啊 这增心刚呢 急切地插嘴询问 李先生继续说 所谓媳女啊 就是指投胎出生的女孩 都不能让她活下来 江家牢记这个规定啊 传到江佩林这一代 已经是第六代 生了二十八个男孩 没留下过一个女孩 且说她妻子生下投胎 正是冬天 江佩林一看是个女孩 想到媳女九代 当即啊 将她丢到床下 心想让她冻死完事 她老婆呢 知道江家的规定 泪流满面 不敢吭声 谁知道 这妹子命大 外边北风呼呼 房里寒气袭人 一丝不挂地 冻了大半夜 不但没死 那哭声还格外地响亮 江佩林怦然大悟 这是天意啊 孩子命不该绝 流着泪说 可怜呐可怜 罪过在我 你命里不该死啊 立刻呢 把这孩子抱到床上 吩咐妻子喂奶 于是 给孩子起了个乳名 叫莲妹子 后来 据江佩林跟我说 江家已经喜女六代了 应该能发江家 就算她命里忘夫 也只能听平天意 真有这样的事 真会忘夫 曾心刚啊 喃喃地说着 心里详细地盘算开来 知子莫若妇 林叔忠厚有余 却聪明不足 自己督促他 一心读书求功名 里里外外的事情 全部都落在自己的肩膀上 两个小儿子 基本上帮不了什么 必须找一个 聪明能干的儿媳妇 做闲内助 林叔继续读书求功名 才有可靠的保障 这江佩林呢 是教书先生 儿女家教好 这是最重要的 俗话说 女大三抱金砖 说的是媳妇比儿子大 能懂事管家 江家女儿比林叔大五岁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由他操持 一过门 就是上好的闲内助 这是打着灯笼 也难找到的好人家呀 李先生见他沉吟 芒说 新岗先生 我知道你不相信风水之说 可是孔夫子尚且对六合之外 存而不论 你我凡夫俗子 还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这事儿 您啊 跟老太爷商量一下 商量好了 给我一个准信 就娶江家的连妹子 这事儿 我做主了 这曾心刚呢 思谋周祥 当即啊 一锤定音 李先生很高兴 去跟江佩林一说 也是满口答应 接着 选黄道吉日下聘 请湘林 帮着杀猪宰羊 操办喜事 那天清早 林叔骑着马 教夫抬着花轿 在吹鼓手簇拥下 到童木冲啊 去迎亲 中午 新娘进屋 拜了天地拜高堂 夫妻对拜之后 被掺进洞房 亲戚朋友陆续到来 河场上摆了 十多桌酒席 主客公愁交错 直到傍晚才结束 至于闹洞房之类的民俗 这儿呢 就暗下不必细说了 在以往啊 天刚蒙蒙亮 曾心刚就早早起床 打扫院子了 然而 这一天 她没有开门 也没有催促婆娘 快起床做饭 就在房里待着 婆娘王室很奇怪 问她 往日你大早起床 开门打扫院子 今天怎么不去了 蠢婆娘 新媳妇过门下厨房 这是规矩 我是公爹 你成了婆婆 那打扫院子 到厨房做饭的事情 过了三天再说 曾心刚啊 瞪了她老婆一眼 王室恍然大悟 按照风俗规矩 新媳妇过门后 必须大早起来下厨房 先烧热水送到公公婆婆房里 给洗脸 然后再烧火做饭 下多少米做饭 炒什么菜 都由新媳妇操办 婆婆呢 只需开口 不必亲自动手 这是考教新媳妇的功课 于是 王室也在房里查看 就在这时 只听到 吱压一声 林叔开门出来 手持竹枝条扫帚 打扫院子 新媳妇静止走向厨房 曾心刚脸上 露出满意的笑容 向婆娘努努嘴 开门吆喝故宫起来 不一会儿 新媳妇端着热水 走进祖父祖母的房间 然后把热水送进房里 笑盈盈请二老洗脸 立刻回到厨房忙碌开来 王室带丈夫洗了脸 自己就着一盆水洗了 这才走进厨房 安排指点 曾心刚啊 留心观察 发现这个儿媳妇 对长辈毕恭毕敬 烧茶做饭 不让婆婆动手 一家老少的衣服 将洗啊 包在身上 闲暇时呢 就逢补仿制 还经常提醒婆婆 什么事情啊 别忘了 每当这时呢 王室就拍拍后脑苦笑 哎呀 你看我这记性 要不是你提醒 我还真忘记了呢 曾心刚啊 非常满意 认定了 儿媳妇能够担当 管家婆的重任 一个月后 吃晚饭的时候 他当着爹娘的面说 爹 娘 俗话说啊 吃不穷 穿不穷 划算不好 一世穷 我们一家三代 十几口人 田里地里的事呢 我安排 可家务事多啊 你儿媳妇 丢三落四的不清场 这样下去不行 我看 让您的孙媳妇管家 您二老说 行吗 曾静兮点点头 前人强不如后人强啊 你说行啊 我看也行 王氏一听 公爹也开口了 赶紧呢 将钥匙掏出来 连妹子大吃一惊 连忙推辞 王氏诚挚地说 连妹子 哎 为娘脑壳里 只有一根筋 只会做现成事 事情多了 就百步不清场 你爹让你管家 爷爷也说你行 你就接过钥匙 算帮娘的忙吧 娘 连妹子看看公爹 看看爷爷 再看看婆婆 心里很忐忑 过门以后啊 他就发现婆婆百步不清 常常啊 为这呢 被精明的公爹啊 高声呵斥 他知道 婆婆说的是实话 但是 婆婆永远是婆婆 媳妇永远是媳妇 新媳妇越过婆婆管家 这是犯记忆的 王氏虽然不大能干 也明白 儿媳妇顾忌的是什么 赶紧向公婆和丈夫 表白心悸 爹 娘 林叔他爹 我晓得自己不能干 管不好这个家 你们让儿媳妇帮我管家 我心里高兴 今儿 我当着你们的面说清楚 我如果有怨言 任凭你们责罚 好了好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曾兴刚啊 使个眼色 王氏赶紧将钥匙 塞给了儿媳妇 过了不久 江佩林来到荷叶堂 曾家拜会 顺便呢 看望女儿女婿 秀才庆家登门啊 曾兴刚十分高兴 吩咐媳妇 好酒好菜款待 林叔听到岳父来了 连忙啊 从书房里走出来招呼 江佩林点点头 跟着她呢 走进书房 查阅读的典籍 还看了女婿写的文章 心里啊 十分满意 贤婿啊 读书求学 最讲究一个横字 能够不因田地所事分心 不因进学 没有录取放弃 持之以恒 必然成功啊 我知道 你勤奋读书 你的后代 也一定能发扬光大 谢岳父指教 孝须一定持之以恒 争取早日求得功名 林叔啊 十分感动 嘱咐了女婿 江佩林又叮嘱女儿 务必要孝敬公婆 尽心料理家务 让丈夫能专心读书 江氏呢 恭恭敬敬答应了 这江佩林又说呢 莲妹子 你要明白 自古芙蓉妻贵 林叔能取得功名 你这辈子才有造化 千万记在心里 感谢您收听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